中国古代民间故事 梁山伯宇驻英台 改编司徒佩为 绘画王书辉 从前浙江上榆住家庄住院外有个女儿叫英台 有一天她从窗口望见一个学生到杭州去读书 非常羡慕 英台请求父亲也让他去杭州念书 父亲不准说 女孩儿家怎能抛头露面到外面去求学 英台回房和身边的丫鬟商量 怎样才能使父亲准他出门 商量定了 迎新便去告诉住院外 说英台因为不能出去读书忧愁得病 并说外面恰巧有一算卦的先生路过 何不请来补补胸疾 住院外同意了 年新领着一个眉清目秀的算卦先生进来 住院外叫银新摆起香案 告诉算卦先生 英台要去杭州读书 没有得到许可 因此得病 请他补一补胸疾 算卦先生问明英台生辰八字 志才一摇 吃惊地说 照卦上来看 小姐关在家中 灾心极重 出门读书 大吉大利 住院外 自言自语 这怎么是的 唉 银新掩住口笑 算卦先生忽然脱取衣服 原来就是住英台 住院外大怒 责备英台不应该戏弄父亲 又骂银新放肆 英台要求父亲 说他假扮书生 爹爹并没有看出来 就应该同意 他改装去求学 住院外总认为 他是祝福千金 远出求学 有失体统 还是不肯答应 英台告诉父亲 今年皇帝要大选 公额才女 如果不幸被选入宫 骨肉就要离散 住院外听了 心慌意乱 无可奈何地说 唉 也只好让你了 英台 言心高兴地 立刻准备动身 住院外要他 必须依从三件大事 一 二人都改装男子 二 三年必须归来 三 躺家中有钥匙 见书几回 二人都一一答应了 英台和银心走在路上 就像一对出笼的小鸟 一样愉快 走到草桥亭 两人都累了 便到亭内休息 刚坐定 又进来两人 英台打了那人 见他面貌英俊 看打扮 也像是去求学的 两人见礼之后 互通姓名 那书生说 他名叫梁山伯 会计人士 也是到杭州 读书去的 两人谈起读书的事 英台凯然说 我有个小九妹 逼我聪明 因是女子 便不能通来读书 女孩为什么不该 和男人一样读书呢 山伯也代为不平 还称赞英台的见解 两人谈得投机 山伯提出 愿意结为异性兄弟 英台犹豫了一下 也就答应了 二人就在草桥结拜 山伯年长为兄 英台小了一岁 为弟 他们两人在杭州 读书三年 同宿同窗 互相帮助 感情很好 有一天 两人荡秋千 英台体态柔和 山伯说 她像个小姑娘 英台赶忙下了秋千架 用言语 织物过去 山伯见英台耳朵上 有个耳环痕 便笑着问她 英台红了脸 说 这是因为 住家庄朝会 年年要她 扮观音菩萨 才扎的 她责备山伯 以后不许 这样开玩笑和瞎猜 住院外 来了信 说她有了病 催英台快点回去 英台告诉 银心 说她和山伯 感情很深 不忍离开 银心叫她 去找师母做梅 老师看见 英台有泪痕 忙碍缘故 英台告诉老师 父亲有病 来信 要他们回去 先生说 就是你父亲 不来催 我也准备 叫你回去了 先生走后 英台一个人 思量很久 年心在一旁 也很不安 英台终于鼓起勇气 去找师母 告诉师母 自己原是女孩子 师母说 她早就看出来了 英台将一个 玉蝴蝶的扇转 给师母 托她做梅 师母说 他们两个 都是多情多义的人 应该成为夫妻 很愿意 给他们做梅 山伯听到英台要走 十分痛苦 他送英台下山 两人依依不舍 英台一路上 总想用话提醒他 让他知道 自己是女儿身 好像住家求婚 可是山伯为人 过于老实 始终不懂 山伯送英台 到前堂道上 他们看见树上喜鹊 英台说 喜鹊满树 扎扎叫 树上鸟儿 对答对 山伯却说 今日贤弟把家回 好像喜鹊 归树间 走不几步 见一个侨夫打柴 英台又说 他为何人把柴丹 你为哪个送下山 山伯说 他为妻儿把柴丹 我为贤弟送下山 到了凤凰山 山伯说 山上缺少鲜花和牡丹 英台说 我家也有好牡丹 任凭梁兄随意采 山伯就真的说 他以后来拜会 英台时 要英台送他一朵 大牡丹 二人走到池塘 见到对对鸳鸯 英台又说 倘若英台是姑娘 梁兄可否配鸳鸯 山伯说 那除非你重头人事 再脱生 英台见山伯 屡屡提不醒 心里很焦急 二人走过一条河 看见河里的鹅 英台说 梁兄向之呆头鹅 山伯生气地说 谁叫你比来比去 比着我 走到桥边 英台故意将扇准丢下 山伯拾起扇准 英台叫他藏起来 将来碰到对的 可以配夫妻 前面有一座独木桥 英台害怕不敢过 要山伯扶他过去 山伯只当他生来胆子小 并不想到 他是女儿身 英台拉山伯到一口井边 照了一下 说 梁兄 你看里面 有一男一女 山伯却误会说 鱼兄堂堂男子汉 你不应该把我逼女人 走过一个土地庙 山伯说 我早晚落发 做和尚 英台却大胆地说 我当尼姑 你为和尚 我嫁和尚 一定嫁兄长 英台拉山伯 在宋子观音面前 学拜堂 山伯还是不明白地说 贤弟越来越荒唐 两个男子 怎么拜堂 离了古庙 远远望见一些坟堆 英台又讽刺山伯说 梁兄笨得像死人一样 山伯生气了 说 送你下山 你倒骂我 英台只得向梁山伯道歉 山伯送英台到长亭 坐下休息 英台见提不醒他 又不好明说 只得对他说 我家有个小酒妹 和我是双生 容貌和我一样 我愿为你做梅 山伯高兴地拜谢英台 临别的时候 英台再三叮嘱山伯早些来去 又给他打了一个雅迷 说 17283649到我家来 两人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英台走后 山伯日思夜想 掰着手指投来算去 7加8是15 6加9也是15 似乎是要他在一月之内 赶快到英台家去 天刚亮 山伯便去找老师 正好碰见师母 师母问他 为什么自言自语 他扭念地撒谎说 我怀念家乡 师母取出扇准 交给山伯 说 我知道你们的心事 营台临走时 托我做梅 用扇准做平整 和哪个人的扇准配成一对 就和哪个成为夫妇 山伯取出 路上十道的扇准 一笔恰好成对 问师母 扇准成对了 也不知贤弟要和哪个配夫妻 师母告诉山伯 营台是个女儿身 九妹就是她自己 山伯待了半生 才又惊又喜地说 原来她是女子 她自己做梅 把自己配 师母点头笑着告诉山伯 既有婚约不可错过 你快去吧 先生面前我带你去说 山伯和他的书童四九 匆忙收拾行装 行装收拾妥当 还不想睡 两人就做到天明 山伯下山之后 飞一般的赶路 营台回家之后 常常一个人默坐 盼望山伯早来 云心总是安慰他 说梁山伯就要来了 这一天 两人正谈山伯 住院外忽然跑进来 口里嚷着 喜事喜事 营台 恭喜你配到这样好人家 营台问他将自己许配给谁 他父亲兴高采烈地说 就是有情有事的马太守的公子 名叫马文才 营台 营台大惊 他坚决不肯 他说马文才是顽固子弟 不学无术 不肯嫁他 愿意在家服侍父亲一辈子 住院外 倒惊讹起来 不知道营台为什么不答应 过后竟想到 营台和山伯的关系 就追问营台 营台父亲又问银心 营台和山伯 究竟做了些什么 营台叫银心时说 营台说 小姐和梁相公相见相爱 两人感情极深 住院外一听 气得暴跳如雷 便说梁家是寒门 万万配不上住家 这件婚事不能答应 营台见父亲 执意要将自己许配给马家 三天不进饮食 住院外计算婚期已尽 非常焦急 叫银心请营台下楼商量 银心说小姐有病 不能下楼 忽然仆人送上一张铭帖 是梁山伯来拜访 住院外好不好懊恼 说不谢 仆人刚转身 住院外又改了主意 叫仆人说 还是叫他进来 山伯进来拜见英台的父亲 银心端茶上来 四九就赶着叫 银心弟弟 银心弟弟 住院外讲了一阵客气话 叫银心领山伯和四九到书房休息 又叫银心换英台先来见他 然后去见山伯 住院外想了一个计策 想一下子割断两人的念头 英台得知山伯来了 急忙下楼 一路呼唤着 梁兄 他跑进中堂 并不见梁山伯 只见父亲在那里坐着 忙改口叫 爹爹 住院外生气地说 我叫你下楼 你就说有病 山伯一到 便这样轻狂 英台表示 山伯一片真诚来看他 他一定要见 他父亲说 你应该知道 你已经是马家的人了 马家是讲究体面的官欢人家 英台说 梁家虽不是官欢门地 也是清白人家 住院外大怒 你不笑 你放肆 你要气死你生生父亲 英台说 你要活活 逼死你亲生女儿 英台哭着说 要我嫁马家 只有一死 住院外说 你要死就去死吧 就当我没有生你 停了一会儿 父亲走到英台面前 狠狠地说 你不答应 马太守就将山伯 拿到牙内 板子打家棍家 要他的命 住院外 住院外见他害怕起来 更逼上去 山伯一死 你还图神吗 不是爱山伯 反害了山伯吗 山伯又是梁家的独子 英台大哭起来 想到山伯的性命 无可奈何 无可奈何地说 我一从就是了 爹爹 你饶了他吧 住院外 这才告诉英台说 山伯在书房等你 你要劝他 死了爱你的心 从此和他 永远断了瓜葛 今天就是你们 最后的一面 他又叫银心去请山伯 并替英台 逝去泪痕 再三嘱咐英台 要笑脸迎人 不要哭哭啼啼 有失体貌 山伯笑嘻嘻地 走了进来 英台强装笑容 只叫了一声 良兄 住院外 起身要走 说 我引令有约会 不能奉陪 又叮嘱英台 好好款待山伯 英台把银心和四九 前走 叫银心 带他下去吃点心 两人一起沉默着 山伯哪里知道 英台的心事 还问英台 我这会儿叫你贤弟 还是叫你贤妹 英台勉强回答 现在女装 不妨叫贤妹 英台说 堂前不是说话的地方 最把山伯引上书楼 英台请山伯坐下 问山伯别后情况 山伯说 好 好 样样都好 好得很 又说他特意来讨酒妹喜训 山伯问英台 为什么满面愁柔 英台迟一半上 才说 爹爹 已经将我 许配给马家了 山伯当时一句话 也说不出 半天才说 你好 你 你好 接着就责备他 贪图马家富贵 忘恩负义 英台痛苦地说 这是父母之命 不是我自己的主意 山伯取出善罪说 你叫我藏着他去配对 现在成对了 英台委屈地说 梁兄啊 可惜 这小善罪 已经没有用处了 山伯站起来说 我不在这里多说了 我要告状去 英台问他告什么人 他说 告祝元外 马文财和祝英台 英台劝他说 梁兄啊 马家有财有势 进了衙门 你后悔 也来不及了 梁兄啊 你另娶别人吧 山伯说 九天仙女 我也不爱 银心送酒菜上来 见两人端坐不语 只得快快退去 英台给山伯 针酒 山伯接过来 生气地往地上一倒 说 难道我特来 投你一杯酒 英台叙述他 曾经对山伯 做过的许多暗示 山伯听了 万分懊悔 一面责怪自己 一面自己针酒 一连喝了许多杯 山伯一阵咳嗽 吐了几口鲜血 英台情不自禁 扶住山伯 哭了起来 说 都是我害了你 山伯拉住英台说 学妹 我怎能怪你 你不知道 我为了你 茶饭无心 精神恍惚 英台也说 两兄啊 我为你 长从梦中哭醒 山伯走到窗前 指着天上说 仙妹 我想你 天天从清早 向到夜里 英台扶着他 也看着天说 梁兄啊 我想你 哪夜 不是坐着 等待天明 山伯勇敢地说 既然是你想我 我想你 仙妹 那么 你跟我走吧 英台悲痛地说 梁兄啊 我们今生今世 恐怕不能在一起了 山伯失望地 低下头去 那么 让我走吧 英台扶着他说 我要送你一场 英台送山伯到上马台前 嘱咐他 倘若有个长短 在胡桥镇上 立两块碑 红的是英台 黑的便是山伯的 生不能成夫妻 死 也要同葬 在一起 四九 扶山伯走去 英台畅望很久 才回来 山伯回家 就病倒了 他在梦中 常常常喊着 英台的名字 他父母再三追问 山伯 才说了 才说了实话 山伯病是沉重 嚷着要见英台一面 母亲只好亲身到住下去 请英台 母亲回来了 带了英台给山伯的一包东西 但英台自己却不能来了 山伯看到英台的信 诗稿和一缕头发 更加难过 这时 四九却冒冒失失地撞起来说 相公 英台小姐快要出嫁了 双亲要阻止 已经来不及了 山伯将书信和诗稿推开 恳求双亲在他死后葬在胡桥镇 他和英台活着不能成为夫妻 死也要葬在一个墓里 山伯气绝了 父母亲抱头痛哭 英台听到山伯的死讯 哭得眼泪流干 精神恍惚 言心扶英台去见父亲 要去山伯临前祭奠 祝愿为说 你是马家的人了 被马家知道有失体面 英台坚决地说 爹爹不答应 我现在就死 说着就用头向朱七柱上碰去 祝愿为大惊 只得答应他的要求 又向朱英台提出三个条件 一不准披麻带笑 二不准痛哭流涕 咱要早去早回 英台却不听父亲的话 上楼去洗了脂粉 换上校衣 英台急急赶到梁家 扑到山伯身上 痛哭着说 梁兄啊 我和你活着不能做夫妻 让我们死后 让我们死后 在一起吧 言心劝英台 还是赶快回去吧 仆人 仆人催英台到教中 教夫抬着教 飞一般奔回住家 自从祭套回来 英台终日 愁眉不展 一言不发 婚期来到 马家来迎娶英台了 马文才骑马在前 英台花轿在后 路过胡桥镇 来到山伯坟前 英台要下来祭奠 言心禀告马文才 马说 大风雨要来了 不要拜了 言心说 小姐和梁相公有约 怎能不拜 马文才无可奈何 只得答应 英台哭拜在山伯坟前 说 梁兄啊 我们不能同生 愿同死 我绝不嫁给马文才 忽然 狂风暴雨 轰然一声雷音 坟前裂开 英台纵身一跳 跳进坟里去 众人上去阻挡 坟墓已经毙露 只扯下几片裙脚 变成蝴蝶 随风飞舞 彩虹出来了 百花齐放 英台和山伯 化为一双蝴蝶 翩翩飞舞 远处有人唱 人间天上 中城队 梁山伯河 驻英台 不动都是 5年3月份 断站 前装 河 飞 后 奖 梁山伯 山伯 神伯 鸭 香港